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啸 第九百三十二章 神域第一神亡 新孵化神域朝的入口说 莫无忌躲在这儿半个月了 因为对风顿术的感悟 莫无忌此时几乎和周围的威风 直接融为一体 除非有人知道他躲在这儿 刻意用神念来探查 否则还真的难以发现他的存在 让莫无忌无奈的是 哪怕他在这里等了半个月 躲避的也非常隐匿 但就是出不去 原因是新孵化神域朝的入口 是一个护震 他的风一再强 也得等人打开了这个护震入口 才可以施展出来 只要有人从外面进来 或者是从里面出去 莫无忌当即就可以疯一走 但是现在 新孵化的神域朝已经开启一年多了 该进来的都进来了 至于出去 谁进了新孵化的神域朝 会想着急着出去呢 除了他莫无忌 恐怕也别无他人了 无奈的是 莫无忌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只能在这里藏着 寻找出去的机会 又是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莫无忌还在想着 需要继续等待多久的时候 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是链魂神服的弟子 莫无忌一看见这冲来的修士 第一时间便想动手干掉对方 可在他想动手的瞬间 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忍住了动手的欲望 链魂神服的修士出现在这儿 显然是要出去 为什么要出去 目的只有一个 宝信 自己杀了这么多的九眼神宗 和链魂神服的天才弟子 如果他们不把这件事情通知出去 那才是怪事呢 进入新孵化神域朝后 是无法和外界通讯的 想报信的话 必须离开孵化神域朝所在 至于为什么比他慢了一个多月 那是因为他的风移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自己来了这儿一个月以后 对方报信的人才姗姗来迟 果然这名链魂神服的弟子 在到达入口之后 直接拿出了雨牌 打开了湖镇 莫无忌在这名弟子打开护镇的瞬间 融合到微风中 消失无踪 这名弟子刚出来 第一时间就射出了一道紧急的船训符 至于化为微风 从他身边移走的莫无忌 他半点也没注意到 神域朝天地广场 神王殿 这里是神域朝神王聚集仪式之所 一般情况下 神王殿能够坐上二十个神王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此时 神王殿里至少坐了四十名神王 整个神域三分之一的神王 几乎全都来了此处 而且一直没有人坐得最上手 也坐上了一名中年男人 这中年男人一头长发 却有着极其漂亮的子虚 尽管他此刻没有开口 但是所有在座神王 都能感受到他的愤怒 哪怕是无解神王 此刻也不敢多说什么 所有人都认识这个子虚中年男人 神域十大神王之首 离天神王 离天神王一直常住在离天宫 很少出现在神域之中 如现在这般出现在神域朝 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一般新孵化神域朝开启 离天宫也只有极少数弟子前来参与 他们不参加比斗 因为来的人少 都是直接进入新孵化的神域朝里 听说离天神王已经是神王圆满 在整个神域里 除了炎灵神王 没有任何神王 能在离天神王手中走过三招 两久之后 离天神王才缓缓开口 我真的很失望 我神域 无数年来 几乎都没有新的神王诞生 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旁结 居然被杀在了神域朝 燕亭夜萨还有一名 你们三人动手 原因也说说吧 刚才那种糊弄大家的原因就不必说了 这世上的聪明人 不止你们三个 燕亭夜萨一名神王三人 据是沉默 如果他们知道 从不出来的离天神王会管旁结的事情 他们就不会如此鲁莽地选择围杀旁结 离天神王叹息一声 当年我就说过 我神域神王稀少 任何人只要禁忌神王 都是我神域栋梁 然而没有人听我的 围杀神王的事情 居然公然发生在了神域朝 也许我已经老了 再也没人记得我当年所言 除了部分不是非常了解离天的人之外 绝大多数神王在听到离天神王的话后 都是心惊胆战 如果离天神王都老了 那整个神域也就没有年轻的神王了 无杰神王叹息了一声 他知道自己必须站出来了 否则言听神王几人恐怕要受到责罚 我来说几句吧 无杰神王站了出来 无杰神王在十大神王中排名第三 他站出来 离天神王也得给上几分面子 各位道友 离天兄并没有说错 我神域每一名神王都非常珍贵 如果大家有些小仇小恨就动手杀戮 那我神域终究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手里 这次杀了庞杰神王 的确是阎庞三人欠了考虑 离天兄 然是这一事 若我们再处罚阎庭一鸣和萨叶三名神王 对我神域将造成更大的打击 离天神王 离天神王则是叹息一声 抬头看了看虚空之中 各位以为我神域的神域巢不断孵化 是什么好事吗 事实上 我们神域巢每孵化一次 我们神域就距离危险更近了一些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想杀了阎庞三人 但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 如果他这么做了 那只能对神域造成更大的伤害 几名坐得靠前的神王 赶紧询问为什么这么说 离天摆了摆手 大家都努力修炼吧 终究有一天 我们也是别人的棋子 所以我希望 从今天开始 我神域中再无神王之间的互相残杀 一鸣 阎庭 耶萨 你们三人住下大错 若是神域中每一个神王都如你们这样 以一计之四而做事 我神域将消散得更快 离天本想警告这三人 不要去对付天凡宗 不过想到庞杰神王陨落 天凡宗和这两大宗门是生死之仇 如果留下了天凡宗 最后将是无穷无尽的内耗 长痛不如短痛 就让天凡宗成为过去吧 离天神王刚刚想到这儿 阎庭神王护得站了起来 阎庭 你还不赶紧坐下 无穷无穷神王看见阎庭居然带着怒火站起来 他立刻出声喝止 阎庭只对无穷神王一抱拳 然后对离天神王抱拳说 离天神王 我刚得到消息 在新孵化的神域巢中 阎庭神父和九眼神宗四十七名弟子 被天凡宗的一名弟子杀戮殆尽 一听这个消息 阎庭神王也急切地站了起来 惊怒交加地说 阎庭 你说的是真的 此事千真万确 那场混战很多人亲眼目睹 我阎庭神父直胜了一个贪污阵 还重伤在身 你九眼神宗也只剩了一名玉神弟子 那弟子还灵脉俱毁 阎庭神王的话 让夜萨神王眼珠子都红了 事实上 新孵化的神域巢是最不危险 而且游水最大的秘境 基本上在这种秘境里 都是各大宗门顶级天才弟子 就算是鸾魂神父和九眼神宗 这种顶级大宗门 也没有多少名额进入新孵化的神域巢 而墨无忌一次杀了几十个 那对一个宗门来说 绝对是极大的损失 你说天反宗的墨无忌 一人杀了四五十名天才弟子 那墨无忌修为如何 离天神王惊讶地说 墨无忌应该是玉神九层左右实力 但是他修炼天反诀 修为非常隐匿 阎庭神王答道 在他的理解里 墨无忌就是玉神九层 那他杀的这四十七人中 有没有天神经 据我得到的消息 其中还有五名天神 那墨无忌极为奸诈 他用忌先杀了五名天神 这才用拼命的手段 杀了剩下的四十多名天才弟子 离天神王的心里 已经掀起了惊涛海浪 就算是他在玉神九层 也无法在围攻中 杀掉四十二名玉神修士 和五名天神修士 离天神王 我希望能够进入 新复化的神域巢 将墨无忌抓出来 如果让他继续 留在新复化的神域巢里 我乱魂神府的弟子 说不定会损失更加惨重 阎庭神王 强行压制着自己的杀机 新复化的神域巢 只有天神和御神弟子进去 也是十大神王 共同协商而来 离天神王沉吟片刻 可以 我也进入这新复化的神域巢 瞧瞧 还有 无论是谁 如果找到了墨无忌 不须动手 我希望能先看看他 虽说阎庭神王和叶萨神王非常无奈 但他们却不得不同意 离天神王的强大 即便是他十个阎庭神王联手 也不够别人杀的 莫无忌还不知道神域的第一神王 离天想见他 此刻他已经在神域巢 封移了好几天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从不停下休息 除了疗伤就是封移 他想尽快离开神域巢 只是神域巢实在是太庞大了 哪怕他不断地封移 入眼之处 仍旧是一片荒芜的神域巢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